每当过堂 我们都有供兵头颅普罗多世尊者 这是世尊的教赤 但不但世尊者 要在末法的时候 每一个道场 尊者法身 要应邀 要到道场 与大众共识 兵头颅普罗多世 用汉语来翻译 他的意思就是 不动立根 或云根立 这意思就是告诉你 尊者 那就是你根本心性之中的 本来最初的信中的至尊 至尊 不是至尊 至尊 什么叫至尊 就是每一个作用当前 都是一定是摒奇而出的 摒着他而出的 就在你们这个先前的吃饭当下 每一个酸甜苦辣的作用当前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能明白的酸甜苦辣的那个清清楚楚 那个根 进根 是从来不动的 在你明白酸甜苦辣的那些 就单说舌根吧 就算舌根 那根是从来不动的 因为舌根不是种种味 但是它一定能够什么 它一定能够为你辨析种种味 所以你也能够启发成种种根中的作用 你要是明白这根中的作用 你就不会剁在只是未尘上面的流传 所以要末法众生 请兵头颅普罗多尊者 尊者是正如是性 正如是智方面尊者 那我们请尊者来 也是将来就在这个名号上面 能启发如是性 能够为自己掌养如是智 所以随尊者吃时 就吃饭之时 也就是要你们念你之间 去念念供养尊者的那个 跟踪的本来的心境 跟踪的本来的不动 你要是真正能够在这个上面 随着如是名号之中 哪怕是一顿饭时 你都是记载无量福田 都是记载无量福田 所以你再吃那一顿饭 你就不只是一般世间人的果夫 而已 你在吃那顿饭 你吃下去的 所有一切世间食物 它掌养的是你将来 智慧的法身 它掌养的是你将来 智慧之中的资粮 但或许有人问 那就称一句 兵头颅普罗多士 尊者的鸿名圣号 难道就 我们就过去也不懂这个道理 难道就有用了吗 就能为众生 开发福田吗 这是因为大家于心于性 因为身书不守顾 所以于名于相 你就会起种种怀疑 事实上 佛门之中告诉你 决心现前处就是一切名相 在名相之中 就算你还 目前还不知道名相之中 它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永远要知道 所有的名相的出处 它的出处若是圣人的名相 但那个名字你常常亲近 它将来在你心中就能够如实启发 就像一个世间的 一个平庸的人 还不懂什么叫做圣人 也不懂什么是孔子 但每次看到圣人 或者是看到孔子的画像 他每次就会在画像前面 毕恭毕敬 一瞻一礼 你不要小看那个瞻理 就在那个瞻理之中 它就渐渐渐渐转于成智 慢慢慢慢转凡成圣 那个自然而然 它就会有启发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启发 因为你知道圣人的像 它是出自何处 它是出自圣人的像 那同样都是像法 所以你用世间的一切 什么明星的图案 或者世界一些烦恼的图案 挂在家中当成偶像 你小心它也在传发 那这个明星图案 这个像中 它将来有多少烦恼 你就跟它一样 就差不多 它是会传发的 所以关乎 冰头鹿尊者的名号 它是真正为你启发 将来念念 哪怕是一顿饭食之食 你都能够当下回光 当下回光 长养的就是你将来 能够处在世间的 所有的一切 根中清净的智慧 那是真福田 它是为你第一开始 第一次明白 什么是心中的根本 不二的根云 什么叫不二的根云 我昨天讲过 那个福尘冬季的福 福字就是开示一口甜 一口甜是心中本来的面目 但是行者要如何去找到这一口甜 你就要念念之间在绝体之中 你要做不二根云 什么不二根云 酸甜苦辣 一切在现前吃饭之时的 一切舌根上的变化 那都叫味成 味成都是二 甚至于随着这个味成 你会起成喜欢 好跟物的种种变化 从城中带动的一城 每一个它串联的种种一切变化 你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去体会它 因为怎么体会它 因为你知道 能够献起那些变化的 能够知道那个变化的 从来不变 因为舌根它本来不是种种味 一根也不是种种念 它不是种种味 它却能够起成变化 所以就在你将来起成变化时 你就会越感觉到 它超越一切变化的情景 为什么在一切变化 你越感觉到 因为你已经知道 舌根它不是种种味 非酸非甜非苦非辣 所以为什么它能够起成 酸甜苦辣 因为是随缘 所以将来你就在 酸甜苦辣之时 你就更能明白 为什么它会变化成酸甜苦辣 假如它已经是酸 就不能变成甜 已经是苦 就不能变成辣 所以你就能够在 一切酸甜苦辣的 沉重变化里面 你掌养的是 你最初找得到 找得到掌养的是 那个不动的利根 不但是利根 也是根利 那将来 你就会在这个上面 一切变化之中 你耕耘的就是 那个根本不变 根本的不二 那叫一口甜 行者也要知道 也要为自己指示的出来 要自己为自己明示的出来 你在哪里耕耘 你念耘耘耘的 不再只是世间上面 那些妄福妄业 你耕耘的是你心性 本来它能够面临一切 世间的担当 那才是福田 那是真福田 所以 佛 赤尊者 佛就是在大觉之中 赤尊者 就是让行者最初开始下手时 心性之中 必然所尊 秉持 所以身闻人 开始以身闻人的下手 就从根中建立 根中建立 它就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里 根中建立 就在你平常的日常 取食社区当下 你能够在取食社区当下 你都能够体会到 根中的清静 将来你眼睛见色 耳朵纹身 甚至于一根觉到种种感受 你都会在种种感受里面 你突然会发现 能够能明白种种感受的 根本的清静 根本的不动 那个时候你不必断烦恼 烦恼自断 那是真福田 那是真福田 那才是真正道家的法门 所以一顿饭时 他能掌养的 是你将来的福德 掌养的是你将来的智慧 所以以后 在道场上吃饭 念兵头鲁 普罗多尊者之时 不是师父练就好 你们也要 好好至诚恳切 心中观想 请兵头鲁 普罗多尊者 到此处食 处就是这个方所 到这个方所来食 也表示 他就在你心性中食 也表示 你要秉持如是 心得中持 那叫请兵头鲁 普罗多 最后还有 一个告诉大家的 以后 结完斋 没有吃完的 结斋是跟着我们结 没有吃完的 不用站起来 不要站起来 因为 道场里面 以后我们在 道场里面 如法 以后 道场里面 出家人吃饭 叫一坐食 你坐下了 就不能起来 所以才会有形堂 才会有形堂 叫一坐食 虽然居士 现在师父开源 你要是真的觉得 吃不够 不饱 行堂又老不来你这边 或者来你这边 当中没看到你 跑了 怎么办呢 你可以下去 自己再去去食 菩萨们可以 有这种自由 出家人就不用了 穿着袈裟 飞来飞去 不太好看 为了食物 飘来飘去 所以 也让大家慢慢学会 一坐食 所以等下结斋以后 没有吃完的 就还坐在那里就好了 不用站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